那他的人生致願的就是一大堆個蛋肉圍他的人生 然後他就是開始叫你圍 然後我也是這個 幫我穿鞋 那時候我就特別喜歡用水墨這個技法去畫一些有的沒的 因為大任姿的水墨就是可能比較畫一些古典的畫風 就是山啊水啊石頭 對 那我就是把它拿來畫一些比較可愛、搞怪的圖形 然後那時候就是在創作初期 我就是用水墨然後畫了一些搞怪的頭 就是不同的造型的圖案的頭 然後我自己覺得很可愛很喜歡 所以我就取了這個有點無理透明的名字叫墨墨頭這樣 玩這些東西是因為源自我很喜歡買網牌 然後又再加上我們覺得為什麼我們自己就是做設計 可是我們卻要賣別人的設計 到後來乾脆就覺得那我們就自己來創一個品牌 我覺得那個經驗很棒 就是讓我願意回桃園 然後做墨墨頭是有足夠勇氣的 我想要每個步驟都去試試看 至少有做過這些事情 你才會知道你可能未來想要走的方向 看到的這個桌子椅子鐵櫃啊 然後這些樹枝樹桿 然後還有那些鐵窗就是 可能你就找剛好朋友家裡 剛好要大翻修 然後說那可不可以這個東西不要的給我 很喜歡就是看一些陌生人 所以我就之前有投稿一篇那個 聯合報的那個小圖文 就是在講說認識陌生人三分之一的個性這件事 比如說我們去早餐店 早餐店形形色色的人 有老師有學生 也許就是也有一些 比如說工地伯伯 像這樣不同的人 可是工地伯伯你也許覺得 他也許是一個很粗獷的人 不拘小姐 但是他卻會在他的小煎包上面 很細心的刷著他的醬油 就是你會覺得 哇就是有一種反差感很有趣 就是平扣椅影 所以他甚至幫助你很多 非常多 他真的幫助我非常多 對 就到現在我覺得他 就還是幫助我非常多啦 他們的補導機制還蠻完善 他們常常都會開一些課程 對很多年輕人啦 就是如果他是有在創作的 真的就是勇敢 不需要想說會失敗或者是 會怎麼樣你不用想太多 你有想做的事你就去做就對了 非常鼓勵著一些年輕人 所以他們如果來問我我都 我都直接說你不需要想做就對了 你知道這段時間會過去 你很想要保有現在 你正在享受這段時間 所以我就會覺得這計畫就 就是能完全能代表我當時候的心情 有希望這段時間會接受 是最初的 我訂有的 在一開始 我選擇的 潮到大流淚 這麼關鍵